请从上面选项中 选出属于三彩琉璃罗汉象的细节图 我选择是A B E G 没有A 他刚好选反了 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D F G 很遗憾 赵培答错了 要扣掉30分 没关系 追回来 三彩罗汉和三彩观音 我没有见过 我对这个文物拼图 要能拼得出来的前提 是我见过它 我只要见过它 你把它切得再碎 我都能给它拼出来 所以这个上面拼错了 应该说这还是算是常见的 这是一种民间老百姓 请匠人做了这些佛像之后 然后供奉到寺庙当中的一种供奉器 那么供奉的这种佛像 那么一般它都会有供养人的这些提记 它会特别其中有一个 应该是观音吧 这个写得比较详细 它后面会把他的家里人的姓名 都排成写了好多 其中它的女眷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都是妙什么 妙什么 妙什么 说明他们对虔诚的这个佛教徒 那么这在明代的时候 我们现在明代也有这个琉璃器 琉璃器当中其中两类比较多 一种就是佛教或者道教的一些造像 还有就是建筑 那么特别在这造像的当中 这些琉璃幼去跟我们唐代的三彩 早期的这个低温幼陶 其实都是一回事 都是属于低温幼陶 那么到明代的时间 更多的是用于 除了这种建筑用陶之外 更多是把它作为佛教 道教的一些造像 在我们现在各大博物馆 包括一些欧美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博物馆 现存都还有不少这样的明代的一些 琉璃幼的一些造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